只有男骑士的观念 喜爱刺激活动 更有胆识的他们 勇敢地挑战各款摩托车 充分体现了城市女子 帅气刚强的个性美 电单车的款式 其实也可以很理性化 尤其是我最爱的Vespa Vespa GTV125 是按照50年代的经典设计 和现代的引擎改良后再生产 多组件的别致装外 和自行搭配展现个人风格 跃跃欲试的初学者 也可以考虑另一辆最新的小绵羊 Yamaha Fino 鲜艳的车身 自动排挡和115马力 是它极受现代女性的欢迎 Honda月影摩托车 车身轻盈 只有115.5公斤 避震功能比一般摩托车佳 适合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驾驶 是喜欢刺激活动女生的首选 这辆Scrambler很酷哦 以前我只是乘客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骑了 走在时尚尖端的女性们 骑着阳刚位十足的摩托车 在马路上豪迈大胆地奔驰着 这最赏心悦目的一道风景 谁说美女一定要配乡车 我觉得骑摩托车也可以很迷人 这一集是我最开心的 因为是有一集我推全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每一次都是女孩子的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为什么你这么讲 因为现在的手表 不管男女都可以来戴 我基本上是比较喜欢男女人的手表 对 你看他们手上戴的手表 这很清楚 像她一辈戴的这个手表 如果戴男孩子身上的话 那也希望你帅气嘛 对 瑞燕戴这个也是手上 这男生的手表 女性喜欢戴大个男性的手表 是为什么呢 对 我不太喜欢小小只的 因为他们老花 我看不清楚 你们最要讲我老花 你怎么知道 所以想选这个最大的 对呀 你应该戴个十东处 很大 由我来讲啊 手表也是一种手势 我喜欢比较粗犷 比较大型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比较特别喜欢大的手表 对啊 她讲了很对哦 其實手錶不只看時間 也是一種手勢 對 我覺得這個手錶就很大顆 如果那個女孩子 手好像瑞恩這樣瘦瘦的 戴上去就覺得會不會適合 沒有 我覺得瑞恩很適合 所以你喜歡這樣大顆的錶嗎 太大了吧 因為我覺得這個手錶比較細 這種衣服穿這個 有那種帥氣出來 因為它的衣服本來就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配一點 可是你看 穿出這種手錶 它的手錶怎麼就會 但是怎麼樣特別 那都沒有這兩個特別 這兩個我也很小心 哪裏真的比那個還要重 為什麼呢 我好像在搬兩件物質 我幫你 我幫你 很貴 可以買兩件物質 這麼嚇人啊 這麼會啊 七百千這樣 這個真的好幾百千 在馬來西亞可以買三十件物質 Oh my God 我們只能看 不能帶 這邊有一個手錶 是我要特別介紹的 那個小小臉 有七張臉 你可以每天換 不同的心情 對 它的臉就一直開始換 比如說你今天心情好 你會做笑臉 心情不好 你會做口眉鼓臉 真的 對 這個很特別 當然啦 還有生氣的臉 不用啦 看你的臉更可以啦 拿著臉這樣看就可以了 對嗎 不用看這種 這個手錶就覺得很適合 很年輕啊 這個手錶 這樣的手錶你會戴啦 不錯啦 我覺得這種也是很不錯 這個是限量版的 Olympic的 全世界呢 這個款只有兩百八十八支 新加坡這個只有兩支而已 是為了Olympic運動會 而特別製作的一個款式 它不會太大 這個是可以讓你登上太空帶的一個手錶 為什麼呢 怎麼說 它可以承受那種各種不同的氣壓啦 潛水水不可以 潛水不可以 不不 這個是上太空的 這個是上的 不是下海的 是 這個特別的 呃 尤其是因為它的顏色 嗯 紅配黑就是很同意 這個可能是紅 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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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色配黑 很特別 很強一點 很sporting 所以這個我本來想要買給我愛人的咧 可是太辣了 我怕所有的女孩子看著她的時候 不要買給她 哈哈哈哈 其實這個是屬於男孩子的size 是 可是她戴了ok喔 這個就很特別 這個想要看上月球 這個呢就是月亮的形狀 一模一樣的 裡面呢 黑色的 哦 彎月的時候它就彎月 對對對 哦 月圓的時候它就圓 這樣